大家好,我是天天 然后今天咱们来继续聊天 继续聊一些菲律宾各种各样的事 为什么要说我要强调一下聊天呢 因为有的人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触及到了某些人的利益 还是接了某个行业的锅 上周呢一直有一个傻逼呢 然后骚扰我 加了我的电话、微信、什么知乎啊 什么各种的吧都加了 然后呢各种的骂 然后后来呢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我之前发的关于飞庸的问题 我在飞庸呢其实我录了三篇 公片、过片跟这个补充片 然后呢孙的呢 然后呢应该都听了 都听了以后呢 然后呢他是就揪住我这个过片不放 认为非要说我这个过片 然后把这个过片删掉 说这个我这个过片东西都是仔细乌有 说菲律宾人不会偷 菲律宾可好了 然后呢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 我没有证据 我就是一个台湾名嘴 他妈了我一北京人成他妈台湾名嘴了 也真是 我这人至上也堪忧 然后呢最后人家还威胁我说 问我家里榨菜够不够 不够呢送我一袋子子弹 要我全家的命 我说这他妈不是有病吗 我这真有病你知道吧 所以呢我呢就想强调一句我在这里面呢是跟大家聊天 不是说接谁的锅然后砸谁的饭吧 没这意思啊 大家就聊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菲律宾的事儿 讲讲现象啊 我只是说我看到的一些现象并不代表说立场啊 也并不是说想砸谁的锅的问题啊 就是想说一下这事儿 上一期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说这一周我跟大家聊聊摆摊事儿啊 但这事儿还得往后退一堆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这个事儿比较多 因为这个菲律宾摆摊吧 出了点事儿 然后呢我先不就等我摆事儿聊天完了再跟大家聊摆摊 然后再聊整体的啊 就不单聊这个事儿了 因为这个事儿挺他妈妈恶心的 有的人可能猜到什么事儿啊 但是呢我还是等这个事儿撩平了以后呢 再来跟大家细聊啊 这个事儿咱不着急 然后呢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聊一个我在菲律宾呢 跟一个菲律宾人结婚很多年的一个中国人啊 一个男人啊跟我聊的一个事儿 是关于菲律宾婚姻的事情啊 其实我之前也讲过啊 也做过这个节目 但是我听到他这个解释呢 我觉得嗯这个解释还是挺新奇的啊 可以跟大家再聊聊 先聊聊大哥的背景啊 大哥来菲律宾工作有十年了 一直给人打工 现在在一个叫Unitope的里面给人做店长 然后呢结婚也是先跟菲律宾人谈恋爱 和来结婚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说话吧 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啊 然后他跟我讲两个事儿 我觉得挺有意思 然后也是我对这个菲律宾这个婚姻观吧 一个从心的认知 第一个呢大哥就给我讲一讲 为什么这个菲律宾人和这个华人结婚比较少 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华人呢 其实看不上菲律宾人啊 就是觉得菲律宾人总比这华人低等吧 所以总觉得嫁给菲律宾人呢 或者娶一个菲律宾人呢 会比较这个掉价啊 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那很多的这边的华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比如说这些大家庭的华人呢 呃他给我举例比如像泉州啊 来了很多的福建泉州这边的很多的华人 他这边有七八个在这个我们这个城市吧 有七八个大家庭 他们都是互相通婚啊 也不娶这个菲律宾人 如果通婚的数量不够啊 没法通婚的话怎么办呢 就从老家找一个 然后呢先回结婚 过一段时间来带到菲律宾来生活 他也不会说找一个菲律宾人啊 来解决这个婚姻问题 哪怕你这个家里这孩子 是看上了这个菲律宾人 那也不行 要听这个家长了啊 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那其实这也是解释了 为什么说这个 我经常能看到这个很多这个大营马 就是欧美人和菲律宾人在一起 但是很少能看见华人呢 跟菲律宾人在一起 那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这个想 就是华人想跟菲律宾人结婚吧 还有很多的手续 我把这个手续呢 也比较的复杂 然后你首先需要回国呢 开这个单身证明 然后呢 开这个无犯罪这个记录 而且还有双认证 反正很多华人一看 得来回折腾 就把机票啊 这个认证的费用啊 就扯大就拉倒吧 所以很多 包括拿这13亿的签证吧 还有一段观察期似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 所以就算了 很多人就不想折腾 这是一个其中一个 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为什么华人跟菲律宾人结婚 数量比较少呢 就老哥呢 就给我讲了一个三字经 三字经 他问我说什么叫 为什么菲律宾叫菲律宾呢 我说是因为来自于这个 他们的历史上 那个殖民者 那个当时的那个西班牙殖民国王 菲律普二世 他说不是 他说要是那么简单 我们就不给 我就不给你解释这个问题了 他说菲律宾 这三个字真正的含义是 费律宾 我说为什么叫费律宾呢 它是这样的 他说什么叫飞呢 飞呢就等于费 比如说 你跟一个菲律宾女人结婚了 那么最常见的情况下呢 你会发现呢 这个女人会非常 菲律宾这个女人会比较贪婪 会拿走你所有的钱 或者呢 带她全家至少十来口的 在你们家蹭饭吃 时不时呢 还借点钱 稍在手拿走点东西 反正吧 你跟一个菲律宾女人结婚 你就会发现 你会无意中花出很多的钱 最后呢 你的财务就废掉了 没有钱了 你人也就废掉了 所以这个叫废 那菲律宾的这个绿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在菲律宾呢 你发现你所有的钱都花完了 人也废掉的时候 然后呢 你娶着这个菲律宾媳妇呢 很可能再找回到自己以前的那个小白脸了 然后你就跟人家娶通奸了 那你的这个时候呢 明显你脑袋上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草原 绿油油的 所以呢 你就绿了 这就是菲律宾的绿 那什么又是菲律宾的病呢 就是当你发现你的钱已经都让你这个菲律宾媳妇和他的家人全都卷走之后 然后你的菲律宾媳妇自己找了一个小白脸之后 那么你人才两空啊 都没了以后 然后呢 你肯定会找这个菲律宾人去讨一个说法 那这个菲律宾人呢 肯定不会跟你说法 但是他觉得你已经没用的时候 而且你又非常的没了去找他 让他很烦恼的时候 那么他有可能就会去找一个外边的人 或者他亲自动手去去让你接上帝 那么这个时候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你该出殡了 所以呢 这就是菲律宾这个名字的原因 这个来由就是菲律宾嘛 费律宾啊 就是体现你跟菲律宾人结婚以后的三个状态 财务先费了 然后人律了 最后被人干掉了 出殡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听完之后 我突然火上大悟 我说你们这个 见词解义的这个能力真的很强 不过我也相信啊 就是他这个说法呢 并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我也确实见过一些 在这边跟菲律宾人结婚呢 这个最后状况很失败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跨过婚姻吧 也不能叫跨过婚姻 其实世界上哪结婚没这个事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结婚还是有风险的 大家需要谨慎 在国内其实也一样 也一样 我希望我上面讲的这个小故事啊 不要影响到菲律宾这个做这个婚姻产业的 这个朋友 或者当时又来问我要不要炸菜 还是要炸菜 还是要子弹的问题 这个呢 就是跟大家聊聊天 讲讲现象啊 没别的意思 好了 今天我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是天天 又是天天地了 哦 感谢观看